来 后面有人 紧紧牵着儿子的手 因为13岁的静睿 罹患 顽固型癫痫 上学得戴着防护帽 妈妈还要贴身陪读 我是不希望他离学校太那个 所以我几乎只要他的状况稳定 我通常第二节 第三节课 我会带他去学校 妈妈的包包装的是急救药品 教室内也常备着软电 因为爸爸找事 杨妈妈得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但一场感冒 敬锐曾被发出病危通知 我会埋怨 我会说老天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的不公平 可是当我慢慢慢慢就是 就是去体会了以后 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功课 为了救儿子 常常北高奔波求医 自己也病倒 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做公益 然后我看见那些妈妈以类洗面 或是家人 一些家庭 然后让我更感同身受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弱势的一些家庭 这个身脏的这个部分 真的还是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有很多家人 我要在我旁边 就觉得很温暖 妈妈就像是太阳 时时绽放光芒 母子俩互相打气 更以自身粒子 伴身边友人一同渡难关 大爱新闻家新萧红树 高雄报道 就不及时 对 啊